大家晚安 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 但是天气一样热 其实接下来都会是34 35度的高温 但是明天有变化的是 午后雷震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我们就来看其实今天各地 都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出现 尤其降雨最多的地方在宜兰 这边有累积雨量有达到大雨等级 而在新北市像是平林这一带 还有整个中部地区 尤其是在南投山区和彰化这一带 累积的雨量也都是比较多 再来看到的是最南端 在台东还有屏东恒春这一带 主要的降雨是受到台风外围水汽的影响 所以布局现在午后白天 也有些零星局部降雨都出现了 而一条台风我们就来看 这是今年第八号的台风 叫做金鱼台风 但离我们是蛮远的 有一千多公里远 现在它的位置是在海南岛的下方 预估未来就会直接登陆海南岛了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间接影响还是有的 主要就是它的水汽 又随着南风飘到我们台湾周边的附近了 卫星引途上你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下面这一大团就是今年第八号的金鱼台风 而周边有很宽广的水汽 现在吹的是南风 所以它逐渐北台的过程当中 就会影响到全台湾的天气 尤其是在午后雷震雨 热力作用再加上水汽之下 明天各地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还有这个雨势可能都会比较大 而南部地区明天白天也会有一些水汽飘进来 所以在白天也可能会有短暂降雨出现 但是雨势是不会太大的 主要的降雨还是集中在午后 而这样的天气形态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 所以未来大家都要注意要严防午后雷震雨了 继续代表来看到是明天各地的天气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台湾 明天最高温是出现在台北市有35度 中部地区天气也是比较热的 最高温有35度 而南头要注意山区很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而南部地区云量是比较多一点的 所以最高温是34度 而东台湾要注意台东地区 明天可能白天就会有一些局部降雨出现 而外岛地区要留意随着台风逐渐地靠近 海外可能会有长浪发生 好 明天各地其实是高温炎热的 但是中午过后很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出门要记得带雨伞咯